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忍者试用 今天的主角是木叶丸 我也是刚刚拿到 随便打一打 大家感受一下 好,战斗开始了 第一个对手是雷主 加修罗道 加恶鬼道 加地狱道 太好了 我就要这样的组合 这样可以测试 木叶丸打小组织成员会有伤害加成的这个属性 我太着急了 应该等他加了盾之后再吹风 不过无所谓 因为木叶丸 只要多一个木叶的人者 就会给他增加忍数 还有抗性 所以如果你用木叶丸的话 最好咱们大家都是木叶的 这个主角也是木叶的 分身也算木叶忍者 所以这个加钱应该是挺多的 下个回合四代起手他的雷主 然后木叶丸 看准时机 再打 因为木叶丸的奥义是附带定身的 对小组成员 就是对别人不行 对小组成员是附带定身的 等一下看一下他的威力 我等他饿鬼道行动了之后 对 在木叶丸打他的地狱岛 哇 果然啊 对小组成员的刻骨仇恨的 因为木叶丸的叔叔阿斯马老师 就是被小组织被飞断打死的 然后呢 他的爷爷 其实那个时候 大蛇丸已经脱离小组织了 但是可能木叶丸觉得 那个也是小组织造成的 所以他就对小组织成员恨之辱 所以打小组织成员的时候 他的奥义带定身 并且附带暴击的加成 在佩妍进攻木叶村的时候 就是木叶丸目睹了人间道虐杀的 两个木叶人者 并且他的 惠比斯老师为了救他 他也被人间道控制了 在这个时候他大爆发 用螺旋丸 就是单挑人间道 就是打倒了人间道 就是体现了 就是木叶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非常的强悍 其实火影忍者就是一开始 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漫画 但是随着疾风传的开始 他就是色调就渐渐变得阴暗了 但是在这个佩妍入侵木叶的这个阶段 还是比较正能量的 看着还不错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黑暗了 看对手的情况 有忍战的九郎 还有西 还有丰刃阿斯玛 碰到 就是几书我也说不清楚 不知道三代火影到底有几个儿子 至少有两个吧 下个回合还可以测试 对蝎的伤害状况 真的是很爽啊 大小组织成员 木叶丸就是刚刚击败 佩恩人间道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 名人之后的火影 就是名人之后的主角 一定是木叶丸的 因为一看他的名字 然后又用了 他的名字是木叶丸 里边有木叶 然后呢 当时又如此少年英雄 打败了佩恩 这也等于是立了大功了 然后应该是个一线的主角 但是随着就是火影完结的时候 名人取的是橱田 橱田家是木叶家非常厉害的权贵家族 所以他取了橱田 就是名人当上了火影 然后现在又出了博人传 然后真正的太子是这个博人 所以这个木叶丸也渐渐的就退出了 这个一线的这个主角的这个圈子 木叶丸刚才打倒些还是很帅的 伤害非常的高 这个确实是可以利用的 就是带定身 而且伤害战高的对小组成员 但是好像应用的地方又不是非常的多 还是有点难用 真正厉害的那几个小组成员 除了蒂达罗以外 好像都是霸体吧 没有追打 伤害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虽然可能出场率不是很高 但是毕竟是一个新人者 我也非常的喜欢 我们接着打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有团子 六门的小李 还有雷主 除天也来了 太子飞登场 他这个应该是第一回合 就是爆发的很厉害 应该是非常强 太子飞果然是很强 这个伤害击退 然后再加上打 木叶丸已经 雪已经剩一半了 有可能他的雷主带的是雷凯 如果是的话就更凶猛了 但是他没有查卡拉开 有可能有 哇 哎呀 哎呦 青年 青年 我就这样我的风主就挂了呀 这太难打了吧 有点 好麻烦呢 不过还是能打 因为这种有四代在的队伍 只要四代还没倒 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何况还有这个明妈呢 四代火影 波风水门 就是在火影的这个故事里 是非外挂系的战斗天花板 就是不开外挂的里面 就是最强的 因为比他厉害的都是外挂 比如说外挂有很多种 比如说就是最强的 比如说什么轮回眼 血轮眼 还有什么白眼 还有各种高贵的血统 什么六代 仙人的血脉 很多很多种外挂 但是没有外挂的 就是最强的 就是四代火影 在我心里是最强的 但是三代火影也非常的强 这个很难对比出 就是三代火影也是不靠外挂 也是最强的之一 其他的厉害的 好像都是外挂 回到这次适用的主角 木叶丸 他的爷爷 还有他的父辈 并没有给他留什么外挂 他也只能靠自己的这个 努力去变得更强 但是四代火影 金色闪光不一样 他临死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 给名人留了一个最强的外挂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连那个有一话 就是漫画里的标题都是 什么四代的遗产 什么是四代最重要的遗产 就是一个最强外挂 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个疾风传到后来就越来 这个基调越来越黑暗了呢 就是因为血统决定一切 最后能拯救世界的都是这些开挂的 比如说名人啊 佐助啊 这些那些平常的这些努力的这些忍者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就是嘛 就是屌丝想逆袭高富帅 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我们还有金色闪光 可以照亮我们的心 好 我们继续打 对方看这个意思 带了火盾强挂 火盾强挂 那一定要吹掉他这个一号位的这个火盾强挂 不然的话大火球喷一下还是非常太痛 这样他就没有一号位没有火盾强挂了 你看他给这个分身加了这个护盾 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分身 然后好一直连续的大火球 不过我的先锋好像比较快 就是我不会让你的火主奥运出来的 最好是最好是我能打断他的火球 没有打断到 他下个回合还可以吹火球 也是麻烦 因为我四代火影没有能连续奥运 刚才没有形成连击 他的木叶丸打了四代火影 躲开了 团葬在金分身 我应该把名码补刀 对方已经退了 对方也是木叶丸 还有名人崴罗 带这两位大哥一起 这也是不错 但是我还说不是木叶 不算木叶 这个我觉得根据这个博人传的这个资料 应该把手机也给带上木叶标准 那这个泳装手机就更强 这个名人没有我星空快好像是 等一下金色闪光定身名人 然后木叶丸再给名人补一下刀就完了 木叶丸打到了金色闪光 但是金色闪光闪避了那个追打 不然应该是有一套这个崴罗的定身 名人奥义 你还敢对父母奥义 好大的党 打不死你 木叶丸打倒你的大哥 好的 对方已经退了 妈的欧已经变暗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金金 再见